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上一张图片上去 将可视区映射到小地图上去 好 其实一共上也就这么两波 一共就这么两波 好了 那么我们首先看我们最熟悉的一部分 是吧 我们前面都已经讲过了 这个怎么样将可视区映射到小地图上去 我们说都是采用的什么呀 等比例映射 对不对 等比例映射啊 你只要在小地图上能够反映出来 而不是说我们直接是用一个相机 就跟我们讲 直接用个相机啪一照 就映射到地图上去了 不然呢 这样非常的耗性能 也要读Io 所以说我们不能这么干 那怎么干呢 就采用算法的方式 等比例映射的方式 所以说 那么我们是不是 也是一样的 这部分是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将可视区映射到小地图 那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能够展示出来 我们看到是不是一般的就是这四个角啊 相机的可视区域 是不是你看我们是这个相机的可视区域 是不是就这四个角啊 那么这四个角可视区的四个角 是不是我们要先确定 先确定相机的可视区域 在世界中的哪个位置吧 对不对 所以说第一步啊 第一步我们是应该的 他拿将相机的四个角 四个角找到对应的 四阶位置 四阶位置 好 第二步将对应的四阶位置啊 是不是映射到地图上去啊 映射到小地图上去 所以说我们现在关键的是不是就要找这四个角对应的世界的位置啊 对不对 就这才是我们的突破的关键突破口 所以我们是由由现象 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啊 一步步是怎么实现的 对不对 好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先分析问题 那么如果你们在 你们在这个公司里面也是一样的 拿到一个问题以后 我就先拆解 先通过现象 我去分析 它是由几部组成的 好 那么每一步 我又该怎么去实现 一步 每一步里面又分为几小步 这样就是解决 我们说白了一个猜字 猜猜就能成富二代 你猜猜就能问题就能解决掉 真是这样的 解决掉工资不就高了吗 高了不就富二代了 对不对 好 那么看到啊 那么怎么样将相机的四个角 对应到这个世界上位置 有什么 有你们有没有有没有什么想法 啊 相机的四个角 哎 为什么相机这四个角 我怎么样就找到 地上的这个位世界位置了 这是屏幕的四个角 对啊 你想你想屏幕是不是 你看到我们的相机啊 相机不是这样的吗 对不对 相机是这样的 看到相机 相机这样的 它是向下向下照的对不对 那这个可是区域 它照到哪个地方 是吧 照到哪个地方 那我就知道我的可是范围是多大 那就是相机 哎 怎么样 怎么样确定相机所照的范围呢 我怎么知道他他他印识到应该是小地上那样 目前是在这么这么大个位置 我怎么知道他就就照到这个地方去了 就照到这个地方去了 啊 往下 那有没有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 这相机是不是从这发出一条射线呢 对不对 从从相机这发出一条射线 那射到地面上 是不是就能拿到 这个世界位置啊 对不对 从相机这个地方 哎 我我 我也不知道相机到底能照到多大个范围 这个手电筒一样 我也照到我怎么打 我知道对对面墙上有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打到哪个墙上去了呢 我怎么知道呢 是不是我们要从相机如果如果发出一条射线 射像这个啊 就是从从从从哪个哪几条射线呢 从相机的四个角发出四条射线 我是不是就能确定相机的范围了 对不对 从相机的啊 所以说这一步我们实际上啊 从相机的四个角发出四条射线 啊 射向地面啊 射向地面 那么喂 我们有射线 我们是可以知道 哎 这个世界坐标是多少 所以看到 相机本来是这样的 哎 我就从相机的这四个角发出四条射线 从这发 从这发 发出四条射线出来 那就就能知道这个世界位置 好 拿到这个世界位置 我是不是就可以印象到小地图上去啊 对不对 还整次世界位置 怎么样印象到小地图上 是不是世界位置 世界坐标减去小地图的坐标 对吧 怎么样 出于出于出什么 地形的宽和高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个比例啊 那小地图的宽和高在乘上这个比例 是不是就等于什么 等于他在小地图上的一个坐标位置啊 啊 好 这个地方给大家写下来啊 你随便说过了啊 世界坐标 减去小 减去地形的啊 地形的位置 这是不是得到一个相对位置啊 相对地形的位置 对不对 我们说了是是是是是物体竹包器吧 相对地形的位置 除上 啊 除上啊 除上地形的 宽高 是不是能得到这个比例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小地图在小地图在乘上这个比例 小地图的 小地图的宽 高 乘上这个比例 是不是得到的是相对小地图的位置啊 相对小地图的位置 是不是又转换到 把这个坐标映射到小地图上的一个等比例的位置啊 是这样得来的 啊 所以说啊 如果还不清楚的啊 就不清楚了 好好去 这已经讲到不止一遍两遍了啊 然后这一波 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波 那么这一波相机四个角发出四条射线 摄像地面 这个我们是应该也很熟悉吧 对不对 好 好 我们来做测试一下啊 啊 我们来 这个干掉 好 我们首先来窗角 第一个 啊 我们叫camer wheel吧 它的可是去 你先先求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么一分析啊 你们会发现是不是很简单啊 啊 大家能做出来了吗 啊 不能啊 哈哈 好 那我们创造一个地形啊 我们新建 新建一个吧 好 这个相机 这个相机是这样 是这样的 我们新建一个地形啊 新建个地形 3D物体里面一个地形 摞出来 0000的位置 地形在这儿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在地形上随便画画图图改改吧 是圆形 啊 Sens 啊 就在这地形上随便我们给它挖几个洞 像烧饼是吧 是不是饿了呀 画的问题绝对结构了 不像了 好 然后呢 我们给他弄一张图吧 弄一张图片 把这张图片给 这个图片给挪过来吧 因为这个太白了 看不太清楚 你就把这个图片给挪过来 好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地形这儿 给他加 加tature吧 那个 鼻刷这 好 给他加一个tature 就加这个吧 这样就好看了吗 这个 对啊 先别管呢 对不对 我们又知道这个地形是这样的 能看得清楚啊 就是太白色了 我们看不清楚 这个光太强了 挪过去一点 好 然后把这个相机呢 给挪上去 已经很高了 已经很高了吧 从四个面去看一下 好 然后给他打升九十度 这边旋转 旋转 X旋转九十 这怎么照的 照的不对啊 照的地方不对 嗯 什么 这个位置不对啊 位置不对 这位置不对啊 怎么0 X等于0吧 Y等于0 Z 那就先等于0 先放到这儿来 挪上去 挪上去 我高一点 嗯 这怎么看 还是看不到地形呢 这位置不对啊 位置不对 我运行一下 看一下 啊 有了 有了 音有了 音有了 就这样就有了啊 好了 好 然后 他是没有更新啊 我以为 我始终 就小灰 哎 什么 阴魂不善的 哈哈 声音不善了 嗯 声音不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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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要找存在感的吧 哈哈哈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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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然后呢 哎 我们在干啊 地形已经造好了 已经造好了 好 现在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发出色线了 对不对 发出色线了 怎么发出射线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camer camer 点面 点 是不是这里面有几个方法呀 叫 什么 发出一条射线 这射线是不是从哪发出的 从相机发出的对不对 那是不是我们就要知道 要找这个相机嘛 从相机发出的 是vioviopoint 什么vioport 对啊 point 是这个API吧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猜得出来嘛 他这什么意思呢 看到啊 是不是 他说什么呀 返回一条射线 你看 出什么呀 从vioport point 什么意思 从四图坐标系对不对 四图坐标系发出一条射线 射像 啊 这个这样 好 那我们想想 四图坐标系 我们昨天讲的四座标系是 是哪个 是不是 但是这儿 这儿 这儿默认的情况下 这儿是 00对不对 这儿是10对不对 这儿是01对不对 这儿是1对不对 那么这四个角 我如果从这四个 我自己算得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屏幕的如果 如果我用 如果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 相机坐标系 是我还要算出这个屏幕的宽和高 对不对 那我用这四图坐标系就0和1 它就死了 是不是我就能确定它四个角在哪 对不对 好 所以说我们就从这四个角 发出四条射线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就从00点 00点是不是Vector3.0 对不对 左下角开始 发出一条射线 是返回了一个 返回了条射线 我们叫Temper0 ZeroZ ZeroZ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条射线 我就不确定 这四条射线 到底正不正确 所以说我就打印一下 我们能不能打印射线 是不是debug.joon 有两个APS吧 有没有这要 我也不确定结果到底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说我怎么办 打印出来 对吧 那么这个射线也是可以打印的 平时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印log 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打印 这个射线 那么看到射线 第一个是不是起始位置 是不是Temper0点 有一个叫Aurine Aurine是不是起始位置 然后第二个是方向 对不对 方向是不是Temper0点 有一个D direction 是吧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摄像 我看一下 我们打印一下 到底对不对 然后再给它个颜色 给它颜色 是Connor Connor.red 打印个红色 这一块打印 是不是只能在仓景里面看 对不对 只能在仓景里面看 好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把这个东西挂在相机上面 我们就挂相机上面 挂相机上面 把这个脚本挂相机上面 我们运行一下 好 选中它 总理 是不是出来一条射线了 看到没 我们把相机看一下 是不是红色 出来一条射线 是不是在这 是不是有一条射线 看到没 你看这相机的四个角在哪 能不能看清楚 是不是 跟相机的这个ZERO这个角 重合了 看到没 能看清楚吗 红色的 你看到 白色的 白色的 我们截图会看一下 这截取了 看到 我给大家画出来 是不是相机 是不是这样的 一个视角 是这样的 这个是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不是这样的 那是不是刚好重合了 对不对 然后相机的视野是这么大 对不对 这相机的视野吗 这样的看清楚了吧 是这样画出来的 对吧 好了 那么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 这个东西 我们打印出来的射线 刚好跟视线的 跟他这个视角的这个射线 是不是 一条线的 重合 说明是正确的 对不对 好 第一条射线 我们找到了 好 那么再找第二条射线 这个地方不难了吧 我们叫 我们叫 2 1 2 0 什么意思 10 对不对 10 对吧 所以说你命的名字要有意义是吧 好我们这个地方是10是什么意思 是Vector3 是Vector3 多少 10啊 一定是增多啊 right吧 啊 是是是是 是不是啊 看看这个这个提示啊 看即使转的是不是10啊 是是是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啊 什么外的出啊 他是需要一个盆的信啊 3D的啊 那我把这个这条射线也打印出来 啊 把他打印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这条射线到底对不对 啊 1 2 0 120 啊 好 然后他的颜色我们换一下 换成个蓝色吧 换成个蓝色吧 啊 一会儿颜色 绿色 你就喜欢绿色了 哈哈哈哈 啊 好 对 小心被被傻了啊 那 嗯 对 绿色再玩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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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